主帅高洪波对阵容做出了一些调整 年轻中场黄博文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 比赛开场之后 中国队利用脚球机会率先发难 4号赵鹏在后点非常勇猛地完成了一次征顶攻门 洪都拉斯队参加过10年的南非世界杯 而且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尽嫌主力出战 上半场第5分钟 球队接连通过右侧的斜船展开攻势 提球随即误打误撞在禁区内形成了起脚的机会 最后10号莱昂的射门被赵鹏碰出了底线 随后对方再次在右侧形成了反击机会 虽然中国队的造越位战术从结果来看非常成功 不过通过慢动作其实不难发现 编才的举棋其实存在不小的争议 上半场第16分钟 中国队通过杨旭的支点作用将球过度至右侧 韩俊敏也是迎来了与对方应超后卫的直接对话 尽管第一下的突破未能成功 但还是利用积极的反抢形成了摆脱 最后送出的横敲助攻黄博文推射破门首开记录 中国队在领先之后并未一味的防守 队员们这次通过前场的压迫获得了球权 最后队长薅俊敏调整之后的远射也是打出了很高的质量 随后中国队沿后场发动快速反击 15号逢人亮直接利用速度形成了突破 皮球来到禁区之后 这名颠路小将又通过急停调整完成了一脚大力敌手 只可惜皮球最后稍稍偏出了远端力重 几分钟之后 中国队在反击过程中被对方形成了拦截 彭都拉斯队就地在前场打出了一波流畅的配合 赵鹏随即地解围在击中队友之后被门将程月磊奋力付出 不过球权依旧由对手掌控 而中国队的队员最后也是凭借齐心协力的防守 化解了门前险情 上半场比赛第36分钟 中国队利用任意球的快发由薅俊敏在右侧送出低平传统 帮助年轻高中锋杨旭抢在对方中尉之前将球铲进了球门 中国队也是带着两球的优势结束了半场的比赛 下半场一边在站 对方率先通过后场的长传直接形成了单刀几回 好在小将李学鹏利用积极的回追以及果断的铲抢解除了防线危机 随后轮到中国队组织进攻 队员们这次通过流畅的传递越过了对方的中场屏障 年轻中锋杨旭再次发挥出了在前场的支点作用 皮球来到右侧之后 替抚上场的荣浩送出了一脚精彩的传统 只可惜薅俊敏最后在门前的射门 被对方门将形成了封堵 三分钟之后 对方的任意球攻门被承越磊和赵鹏合力化解之后 中国队利用对方的失误夺回了球权 球队也是尝试发动快速反击 邓卓祥稍坐盘带将球分至右侧开阔地带 薅俊敏随即在观察之后 送出的船中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 随后中国队又在后场获得了反击机会 薅俊敏利用娴熟的脚下技术摆脱了三名防守队员 或许是顾及到越位的可能 三哥随即选择了向左侧送出分球 不过冯仁亮最后在边路送出的船中力量稍大 中国队的此次进攻也就戛然而止 比赛第63分钟 中国队的防线看上去似乎有些松紧 对方最后也是采用远射的方式 考验到了门将成越来 几分钟之后 队长薅俊敏再次利用贤熟的脚下技术控制住皮球 15号冯仁亮最后同样用远射的方式还以了颜色 随后对方的任意球进攻受阻之后 中国队也是在后场再次迎来了反击机会 11号沿向闯稍作盘带将球分至右侧的豪俊敏 后者在中圈附近再次展现了出色的脚下技术 随即向左侧送出的分球也是恰到好处 阳续高速前叉突入之进去 不过由于体能的原因 皮球最后被对方回追的后卫捅出了底线 整个下半场比赛 中国队也是将防守反击发挥的淋漓尽致 比赛第86分钟 薅俊敏在本方禁区前沿获得球权之后 直接沿右侧利用速度上演了一次长途奔袭 对方的6号队员当年效力于英超维刚俱乐部 不过面对薅俊敏的冲击力可以说是毫无办法 而三哥在高速奔跑70米之后 依旧能够准确地将球交至队友的脚下 随即帮助杨旭搓射破门完成了没开二度 最终中国队也是在主场以3比0的比分完胜对手 计划